中国跳水队的天台善女陈宏禅目前就在国内参加跳水选拔赛 本次跳水选拔赛,大家非常关注陈宏禅陈宏禧的对决 但是,陈宏禅的表现没有陈宏禧那么出色 在两个人的直接对话中,陈宏禅连续两次输掉了比赛 对于陈宏禅的粉丝来说,这样的结果让大家感到有些遗憾 陈宏禅虽然在同陈宏禧的直接对决中没有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 但是在两个人配合的双人项目上,他们的表现非常优异 2023年全国跳水锦标赛季巴黎奥运会多哈世锦赛选拔赛第二战在武汉举行 在刚刚结束的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 陈宏禅、陈宏禧一路领先,最终以362.04的成绩夺得冠军 陈宏禅陈宏禅在这次比赛中赢得毫无悬念 因为他们比排名第二的长敏捷、张佳琪组合多了将近40分 大家都知道张佳琪曾经也是奥运会冠军的获得者 她和陈宏禧一起获得了东京奥运会的冠军 但是现在张佳琪从奥运会冠军变成了全红禅陈宏禅的陪衬 她只能站在亚军的领奖台上 全红禅陈宏禅几乎开启了无敌模式 两个人自从搭档双人跳之后 大家发现他们从来没有输过比赛 在赛场上一直是横扫的状态 因为全红禅陈宏禅两个人的表现非常优异 所以大家对于他们的未来期望值很高 明年的巴黎奥运会 大家相信他们一定有机会获得冠军 明年的巴黎奥运会 全红禅陈宏禅将会展开激烈的较量 两个人除了在双人项目上配合以外 在担任项目上更是会直接对话 不知道两名选手到底谁能够拿下女子单人十米跳台的冠军 但是无论谁夺冠 大家相信这位选手一定会受到更多媒体的关注 也会承担更大的压力 巴黎奥运会将会出现很多的优秀选手 全红禅陈宏禅如果想要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他们必须要将自己的训练状态发挥出来 大家相信全红禅陈宏禅一定能够在巴黎奥运会的舞台上做得更好 粉丝们会继续为这两个小姑娘加油 相信她们能够创造新的未来